熱騰騰的鹹酥雞炸好後 外酥內嫩 撒上胡椒粉 搭配九層塔 吃起來超滿足 在新竹 卻有民眾宵夜點鹹酥雞 吃了雙份霸王餐 還惡意狂刷復評 一名顧客十六號十一點多 打電話向業者點六百四十元的詐物 老闆還親自送到飯店給客人 顧客收到餐點後 打電話向業者抱怨 六百四十元怎麼這麼少 因此在Google評論開多個帳號 留言狂刷一心復評 事後業者除了再補送一份 給顧客 甚至還願意六百四十元 全額退費 希望顧客刪除負評 起初顧客同意 事後卻返回 沒想到他們吃了 吃了 也拿了 還是 還是要把他 把他PO上去 那我真的無奈 服務業已經做到 已經到人治意境了 那個奧給真的太誇張 反他願意就是做改善 我覺得這個已經算很好了 網友痛批 住得起飯店 吃不起鹹酥雞 這種人遲早會有限時報 奧客不履約建議老闆提告 吃了雙份霸王餐 還拒絕三富品 真的是讓老闆覺得很無奈 記者何文謙 李宗澤 新竹採訪報導